咱们继续讲 中炮横距盘头马 下面起横距 进中兵上盘头马 咱们是系统讲解 前面讲的都是禁足 这一局开始浸泡 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削掉一个马 打断马腿 下面黑方如果平居 先手捉泡 那鞠泡无根 他肯定想按住 红方就进马 踹这个马 然后再进兵 再回马 踹马 踹鞠 简明得子 所以 所以红方这个兵威力很大 使祸害 黑方 要给干掉 然后 红方就平居 下面黑方有三种主流硬法 第一种是进足 给这个马 给这个马找出路 红方就进马 踹足 他如果再进足 那你接着踹 窝槽就成立了 所以这里黑方是高居宝 那你就进鞠 进马 被我操 那下面怎么办呢 哎 浸泡 打鞠 鞠不能动 是 也不能动 被吊住了 但是黑方都笑了 我平居啊 反正你的鞠无根 对不对 那就打 黑方肯定不能白丢一个鞠啊 下面一定一定一定 要注意 炮退一小步 带着响 只能平降 然后 杀气 好 咱们回到节点 看黑方第二种硬法 进向 不后中路 准备内线 出局 红方就上马 踹 不能马三进武 因为炮就下底 他也不能平居宝 因为你先杀马 再进炮 所以这个地方 他只能是 马七进武 就进炮 然后怎么走 哎 一马换双向 是中炮 盘斗马的 核心手段 一定要 牢记在心 然后 平炮 是带着洗了 黑方 如果退市 你就直接 干掉 那肯定不能 白丢 然后 就没有了 黑方 如果进市 你就 打马 他杀了你的话 那自然就丢居 平将 就是 杀其 好 咱们再回到节点 看黑方 最后一个硬法 直接上马 准备 还价 当头炮 红方就进炮 那黑方 当然给吊住 那你不敢打 具无根 但是 黑方可以打 红方 这可怎么办 哎 当然是霸王鞠 那这个 黑方 只能是 交换了 然后 红方 有什么 手段呢 哎 就是上马 这个马 一旦上来 黑方 就丢死 就假设 上来了 这个马 就丢了 因为他不能用 具宝 你炮 打这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 黑方 必须 进足 不能让马上来 但是 红方 就上 这个不杀 也不行了 要一马 换双马 只能杀掉 然后 进炮 来个响 那肯定不能 向三进五 直接就杀棋 只能向七进五 那就 这个棋 黑方 可能都笑了 你是 巨炮 我是 巨马 我还多一个 足 你怎么 可能赢呢 要不 我就吃点亏 但合棋 算了 但是 这个棋 红方 是有手段的 下面怎么入局呢 先 进居 要杀 黑方 只能平降 然后退居 扶将军 抽着个马 拿黑方 退马 把这个炮 一对 你怎么赢 哎 红方 是先来一个戏 然后 进居 一点 这个马 要乖乖的走 然后 进市 欲亚 亲征 再然后呢 反正 黑方的马 他不能长江 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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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